今天分享一道肉米饭蒸蟹 认真看 让你在家也能录一手 先来分享一个冷制式 像这样 用它的脚尖 卡住它的大钳子 瞬间它就失去战斗力 不会夹拧了 再用这个手势 把它的盖子打开 仔细看 里面的前后左右 这些都是不能吃的 要把它处理掉 前嘴后盖 左右两边塞 这些地方没有肉 腥味也是很重 盖子上面有个沙袋 也要处理掉 冲洗干净之后 一只螃蟹切成四块 锅中下油 下五花肉条 把猪油的香味炒出来 这个铁锅还不错 没有图层 也不用开锅 锅热油热就可以炒菜了 加点腊肠 新鲜的玉米粒 生姜丝和葱白 去腥增香 来点老抽上色 下半斤的糯米 加盐 胡椒粉 开中大火 炒香 炒上色 分享四种美德 点赞四种情怀 谢谢你哦 炒过了米很香 也不易烂 边炒边加水 这样才不会太干 炒到什么程度呢 你要试一下 正常九分熟就可以了 趁热 平铺在盘底 再把螃蟹 悄悄摆进来 水开后 大火蒸八分钟 是不是很简单 爱下厨的你 有点马上想尝试的冲动 最后一勺热油 淋一下 这样看着更明亮 吃的也更香 你学会了没有呢 要是学不会 我带着螃蟹 去你家教你吧 我找你 摆入